日本的防卫相稻田彭美星期四参访了禁国神社 这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访美国珍珠港之后 第二位内阁成员参拜禁国神社 我们先来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 她今天特地走访了禁国神社 我们请她来为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 小玉你好 小玉我们很少听到日本的内阁成员 在年底参拜禁国神社 而且同时又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在访问珍珠港之际 这当中有什么样的背景呢 而你去了禁国神社你又看到了什么 是的 刚才我们的新闻也报道了 今天星期四早上八点左右 日本防卫相稻田彭美参拜了禁国神社 在这前一天星期三 日本复兴大臣金村亚红也参拜了禁国神社 那么稻田彭美在参拜禁国神社时呢 在签名簽上签上了防卫大臣 稻田彭美 她在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她是作为一名国民前去参拜的 针对有记者问到 她的行动是否会刺激中国韩国 她表示 无论任何的历史观 无论是敌友 在面对向为国捐躯的牺牲的人们 表示感谢尊敬和悼念的行为时 都会给予理解的 我们知道禁国神社祭祀这历次战争中的 246万阵亡者 其中也包括二战甲级战犯 中国韩国反对日本内阁主要成员前去参拜 认为这有可能是复活军国主义的一种象征 那么今天中国韩国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 中国韩国都进行了激烈的反弹 对于这一点 日本方面 这个稻田彭美 她的解释是 她是作为一名国民前去参拜的 那么刚才您提到 日本每年在8月15号战拜日这一天 这个前后一般日本的政治家都要去参拜禁国神社 很少在年底去参拜 那么其中的背景有分析解读为 一是今年8月稻田彭美刚刚上任防卫相 那么源于各种压力 她选择了出访外国 而没有去参拜禁国神社 这次她在2016年仅剩两天的时间内 前去参拜 也算是了结了她今年的一个心愿 另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安倍首相刚刚出访了珍珠港 发表了宽容与和解的演说 实际上她的演说中没有道歉两个字 但是也被解读为她的行动 实际上是带有道歉的色彩 为此日本国内的保守势力 担心安倍的道歉外交 会波及到亚洲的其他国家 包括中国韩国 为此也有人解读 昨天复兴相的金村金天防卫相的 道天彭美的访问 这个参拜禁国神社 是给这些保守势力做出的一个姿态 有分析认为 道天彭美他们的参拜 禁国神社的行为 实际上是给安倍的宽容与和解的外交 添上了一层阴影 也有人认为实际上是会直接影响到 日本与中国韩国的关系 那么今天上午我到了这个禁国神社 去走访了一下 那里与每年的8月15号 战拜日这一天相比呢 显得相当的冷清 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些游人 他们在那里拍照 这些人当中有亚洲人的面孔 也有欧美人的面孔 更像是一个旅游的景点 那我们知道除了这个禁国神社之外 另外一件事情也引起了中国方面的不满了 就是日本驻台湾的交流协会将在明年的1月1号开始改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这呢引起了中国方面的不满 但是台湾方面却很高兴 请您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是的 这个日本设在台湾的交流协会呢 实践于1972年的12月 我们知道1972年9月 日本与中国建交 与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 为了继续保持与台湾的一些事务级 作为一种窗口 被视为是日本设在台湾的一个相当于外交公管级的这样一种级别的交流窗口 那么当年是为了照顾中国呢 日本把这一窗口命名为是交流协会 而昨天星期三交流协会宣布 他们要在明年1月1号将这个名称改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当然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 而台湾当局则表示欢迎 认为这印证了目前台湾与日本的正面关系的发展 我们知道台湾问题一直是日本与中国两国关系的一个敏感点 而在去年蔡英文作为民进党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 就参观了安倍首相的家乡山口县 她回到东京以后呢 还上演了一场与安倍的不期而遇 这一不期而遇被认为是精心策划的与安倍的一次会晤 为此中国政府十分警惕安倍与蔡英文 他们在这之后也就是明年之后 在日本与台湾问题上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应该说明年2017年台湾或许会成为日中两国关系上的一个新的关注点 好的 谢谢小玉 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区记者小玉 介绍日本首相安倍访问的珍珠港同时 日本内阁官员参拜靖国神社 还有日本驻台湾单位改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议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